嗨,大家好,我是阿梅 前两天老爸在这艘废弃的渔船里面放了鱼饵 所以今天我带两台抽水机 把里面的水抽干,看一下有什么收获 再大了一条火点鱼 这里面的水好浓浓 你看他嘴巴,先搬头里面 现在的水很浓浓了 哇,有一条鱼 一条鱼 你看 先把它放头里面再找一下 里面好多垃圾啊 这里面的渔船的水是常年都不干的 刚才又抽水机抽了几个小时了 有三个多小时才把里面的水抽干 里面很多船餐的 是通过的,你看这边的水还在流 看到吗,还在流 刚才抽干了,现在都流过来了 煮得很快的 都是垃圾 现在水一下子就那么高了 所以我们再找一下 这里发现了一条鱼 一条火点鱼 你看他嘴巴还在动 先把它搬到里面先 我再找一下 不跑到哪里去了 我刚才看到了一条好大条鱼 下个水越来越多了 我们再把里面的水再抽一下 像洪水摸鱼 两条鱼 现在里面的水太多了 现在想办法再抽一下 因为从别的船船流过来的 你看我老爸在那边抽 现在再拖一下 哇 这个鳝鱼在这里 这个鳝鱼在这里 你看 这里有一条鳝鱼 抽干了就发现了 你看从别的船船一下子就流出来了 看到吗 流的好快的 哦 水海鱼 我们再摸一下 你看 来 来 吃哈 汤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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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从头摸到尾了 没发现什么 我去隔壁船上看一下 你看里面的水都被我抽干了 我们翻一下里面看一下有什么收获 刚才的水都是到这边的 现在已经抽干了 现在我们装进去 里面好多小凡事啊 这里面好多小凡事啊 放入冰箱 把这里有一条山鱼 把这里 你看 这边 在这里 现在把它放桶里面 现在把它丢在这里面 我们再找一下 没想到这里面好多山鱼 今天抽的是卖鱼坑来的 这里面也没有发现什么了 我们再去一个一个的船船看一下 走 因为里面的船船的水都是通莲的 因为这个是旧的 几十年的沉船来的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收获 抓了三条火点鱼 不过 缺羊已经挂掉了 还有几条 扇鱼 刚才已经整个船船都找了一下 也没有见什么 现在跟老爸准备收拾东西 要回去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